在台灣,新住民和新台灣之子已經超過70萬人次 為了提升偏鄉新住民數位公平機會 提升他們電腦資訊能力 移民署今年暑假在全台偏鄉小學 開辦免費新住民親子電腦課程 亦鼓勵親子共學 學生認真地學習表格繪製 連落堂時間都不捨得去玩 在台灣,新住民和新台灣之子已經超過70萬人 針對偏鄉數位落差暑假期間 移民署亦都和小學合作 開辦免費新住民親子電腦課程 根據調查,1804全年度全國新住民子女 就讀國中小學生總數20.8萬人 佔了學生總數的10.6% 而桃園市國中小新住民子女數 在綠刀裏排行第二 但比例就是最高 這個新住民親子電腦課程 包括基礎電腦形式 還有多媒體短片 製作等應用課程 不單止完全免費 還找來了知名電腦公司司資教學 學校和移民署都鼓勵學生 邀請爸爸媽媽一起來學電腦 希望借此來拉近偏鄉的數位落差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